您好,我是张天书,在《读书》频道为您朗读各种名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朗读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是,《官场公敌王岐山》,作者是莫一潭,该书由领袖出版社在2014年出版。 本视频包含该书张杰,第十四章,习王栋真格,清算周永康。 得部分内容,亲自下令严控周案人员。 到了2013年9月份,《明镜新闻》出版集团的《内幕》、《中国密报》等杂志相继引述消息来源披露说, 其实周斌并没有逃往美国,而是一直躲藏在新加坡。 《中国密报》独家披露说,周斌未能如外传那样逃到美国,而是在新加坡被中共国安人员控制。 北京知情人士告诉《中国密报》,因周斌可能持有包括美国、新加坡等多国护照,加之复杂的国际引渡法。 周斌仍在新加坡,既为被捕,也没有自由,不能离境。 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就此案作出指示, 一、24小时监控未捕的周案人员没收他们的护照, 二、将以捕。 据双规的周案人员集中关押北京西看, 三、未经中纪委专案组组长和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和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共同见字, 四、任何人不得接触被押人员。 在《中国密报》披露上述消息不久,便得到北京可靠消息来源的证实,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已下令对周永康展开独立调查, 调查小组负责人便是刚刚兼任公安部副部长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 11月初,上述北京可靠消息来源在接受大事件特约记者采访时, 不但透露了中央对周永康及其子周兵调查的最新进展, 同时也让我们对近几个月来神秘莫测的周案有人更多的了解。 可以说,周家父子的神秘面纱已被揭开,露出其真实面目。 据可靠消息来源称, 在《中国密报》独家披露躲藏在新加坡的周兵, 被中共国安人员控制后不久,就被秘密带回中国。 目前周兵住在北京一个名叫关塘的超级豪宅小区, 虽然调查小组没对他进行进一步处理, 但他已被监视居住,不能离开北京。 北京消息人士也告诉, 大事件,目前周兵所住的关塘中式宅院, 是北京著名的超级豪宅小区之一, 目前关塘的二手别墅也都在2000万元以上, 周兵的别墅宅院是在关塘刚一建成时购买的, 据说当时花了四五千万。 早在周永康权亲一时那些年, 儿子周兵就在关塘享受荣华富贵, 当时周公子的别墅宅院是各路人马都想巴结的地方, 但能走进周兵别墅宅院的人并不多。 可靠消息来源,当时还告诉, 大事件,即使眼下周兵已被监视居住, 但他还没有失去自由, 还有机会去打高尔夫球消磨时间。 双规撞死周前妻的两名武警。 在过去一年中, 有关周永康曾涉嫌设计车祸, 将前妻害死, 之后便立刻娶了小他28岁的现任妻子。 央视女编辑贾小叶的传闻, 早已遍布中文网络。 但有关更多的细节, 及最新案情调查, 都来自明镜新闻网近来的独家报道。 据知情人士告诉明镜新闻网, 周永康与贾小叶出现的婚外情, 直接导致了周的前妻的神秘死亡。 前妻知道此事后, 与他闹翻并分居, 随后前妻在一起离弃的车祸中丧生。 周的原配夫人之死, 也有两个版本。 其一是, 有传闻称, 周的前妻, 是在成都省委大院, 被军车撞死的, 当时前妻正在省委大院散步, 被一辆武警牌照汽车, 当场压死。 其二是, 有知情人士称, 周的前妻, 是在北京市三陵, 遭遇离弃车祸而死亡。 关于第二种说法, 几年前有知情者在网上发帖表示, 周和贾勾搭上时, 想和原配离婚被拒, 甩不掉才设计谋杀。 周和原配, 是在北京石油学院读书时的同学, 死时是石油科学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 和他一起被汽车撞死的, 还有一位医务人员。 另一位知情者在网上的发帖称, 周永康前妻在正月初三, 被一个部队车撞死, 车祸地点是在十三陵, 有人相信北京的冬天那魔冷, 一个女人会在十三陵散步吗? 散步也不会在马路上啊。 本人参加了追悼会, 没有发现有什么外伤。 当时中石油领导, 为了八戒周永康, 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 针对周永康原配夫人之死的两个版本, 大事件, 在采访数位消息来源后, 更倾向于第二个版本。 也就是说, 周永康前妻, 应该是在北京郊区被撞身亡的。 其中, 一个可靠消息来源, 告诉, 大事件, 周的前妻是在北京昌平部队的一个疗养院内被撞死的。 当时同时被撞死的, 还有一位中国石油大学的前校医。 但这位校医并不是坊间传说的周前妻的旧爱, 而是一位女校医, 她是专程陪同周夫人散心的, 因为当时周夫人已经知道周有第三者了。 可靠消息来源, 还向大事件披露了更多详情, 周与她的前妻是中国石油大学的同学, 而一同被撞死的那位女校医, 她的丈夫姓张, 曾是周永康的老师、 校友和好朋友, 及北京石油学院地球物理勘探专业的毕业生。 张比周高两个年级, 还任过康师傅的班主任。 如此看来, 周永康不但涉嫌谋杀了钱江, 而且还派人撞死了自己的师母, 难怪后来江泽民大骂周禽兽不好。 至于周的前妻死于军车和两名肇事者, 大事件已得到北京不同消息来源的证实。 据可靠消息来源透露, 撞死周永康前妻的是两名武警司机, 后来这名武警都被判了十几年。 但诡异的是, 只有短短几年, 这两名武警都离开的监狱。 其中一个, 出了监狱以后, 到胜利油田荡汽车队副队长, 另一人到了石化公司山东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据北京可靠消息来源证实, 在两个月以前, 跟周永康案有关的两个人也被调查并双规, 他们都是武警出身, 也是当年周的前妻遭遇车祸而亡的肇事者。 来自中南海的消息人士强调, 周永康谋杀前妻一案, 现在基本上已是一个铁案, 只从谋杀前妻这一个案子来收拾周, 就已足够, 何况他还有更多黑幕和阴谋都被揭开了。 据悉, 负责对周期命案展开调查的正式现任公安部副部长,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 从软禁到被捕, 只有两周时间, 2013年12月15日, 与两周前一样, 还是个星期天。 这一天, 又一条由中南海传递到海外的消息, 着实让人不敢相信他的真实性。 当天, 据北京消息人士向明镜新闻网透露,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经被捕, 并称这是习近平决议反腐败的最有利利症。 中共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局常委涉贪问罪。 这位消息人士还称, 周永康已被带离中南海, 押往一个秘密的看守地。 消息人士还重申, 周永康涉嫌的犯罪不只是贪腐, 还包括谋杀、政变。 消息人士还说, 周永康的一些支持者仍在魏州的减罪而行动, 这些人员主要来自公安和国安系统, 他们仍控制一些重要部门, 包括一些情报、媒体、企业和武装单位。 例如,中共中央委员、公安部政部级的副部长李东升尚未被捕。 随后,港台和海外媒体跟进报道称, 有关周永康被捕的情况, 北京高级领导层已经获知。 中共高层普遍对抓捕周永康表示支持, 和去年抓捕薄熙来情况完全不同。 针对周永康涉罪的文件仍在修订之中, 主要在拿捏, 用什么罪名指控周永康? 消息人士还告诉明镜新闻网, 根据现在掌握的证据, 足可判周永康死罪, 但最后未必指控其所有罪行。 周所犯罪行的内幕将超过外界想象。 接着, 路透社引述一名消息人士在谈到周永康可能面对审判时表示, 周是一只无牙的老虎, 等于是一只死老虎。 现在的问题是, 习近平是否会扒下老虎的皮? 还有政治分析人士对路透社指出, 如果起诉周永康并让其接受审判, 可能会引起其他退休领导人, 以及八千万共产党党员的恐慌, 加剧党内敌对派系之间的内部斗争。 在明镜新闻网的独家消息再次引发一番轰动后, 大事件, 记者跟几个北京消息来源和政治观察人士取得联系, 对周永康案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后, 发现中共高层对周永康案的处理速度远远快过薄熙来案。 2012年3月15日, 就是全国两会结束后的第二天, 中共中央宣布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常委及委员职务, 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兼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 4月10日, 中共中央又宣布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 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薄熙来立案调查。 从3月15日被免职, 到4月10日的双庭, 中共高层对薄熙来的处理, 用了25天, 一位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对大事件分析说, 但周永康案却大不一样, 从12月1日传出被监视, 到12月15日传出被逮捕, 只用15天时间, 时间如此之短, 却恰恰说明了对周永康的调查已经结束, 只差如何给他定罪了。 不过, 北京消息人士则对大事件特别指出, 在周永康被软禁后不久, 中共中共便决定对其进行司法处理, 关键是对他的司法措辞, 待司法文件完成后, 周就将面临司法审判。 需要指出的是, 中共对周永康一案的处理有别于其他案件, 没有宣布对其进行双规, 而是跳过双规, 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接受司法处理, 这显示出法制的重要性。 现在的问题是, 除了贪欲腐败, 是否把其政变, 谋杀都列入其中。 另一位中南海消息来源, 告诉大事件, 习近平要求对周永康案, 细节写得越详细越好, 要把每一个罪名都落实到实处, 查清罪证。 但这样一来, 就延长了公布周案的时间, 如果这些罪名一旦确定, 周可能面对, 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刑事问题, 最终会被判处死刑, 当然也可能会被判处死缓, 因为周的罪行, 已远远超过了薄熙来。 上述消息来源, 最后对大事件, 强调说, 网首中罪名, 阻让周获死刑。 12月12日, 美国每日野兽报, 发表黄文光, 和平和谐的一篇文章, 向美国媒体和读者介绍 中国政坛正在发生的一起重大案件, 并预测若是指控全部罪名,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将被判处死刑。 该文说, 在全世界都在密切注视着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 公开被金正恩拿下的新闻时, 一个更具有冲击力的政治清算正在中国上演。 北京的知情者详细披露称, 周永康已经在12月1日被官方正式展开调查, 他涉嫌犯罪的范围被指可能包括谋杀、 贪腐和企图发动政变, 但是这些罪名未必全部被公开。 2012年11月, 周永康才从中共政治局常委、 政法委书记的高位上卸任, 有别于之前对周开除党籍等党内部处理的诸多传闻, 这位知情者确认周慧被起诉和审判, 和他的政治盟友薄熙来一样。 如果法庭认定所有指控, 他可能面临死刑。 北京和上海不同的内部知情者都确认了此信息。 知情者说, 1999年到2002年期间, 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周永康被指和多名女性有不正常男女关系。 这其中包括当年28岁的中央电视台记者贾小燕。 当贾小燕声称怀孕儿逼婚时, 周答应会和原配离婚。 周的原配随后在一起车祸中神秘死亡。 两名肇事司机被确认和他的死有关, 但被判刑十年以上的两人三年后就低调出狱。 周随后取了假。 文章还介绍说, 周永康前秘书, 前四川副省长郭永祥现在, 被怀疑导演了这一车祸。 但当年随着周永康权势的上升, 这起车祸的内情莫能得到深挖。 不过周永康的次子周涵认定, 是自己的禽兽父亲害死了母亲, 从此和他断绝父子关系, 再无往来。 另外, 海外不少报道还称, 为了保护自己家族和嫡系的经济利益, 周涵在谋害数名政治对手的黑帮式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受害者至少包括三名生意人, 一位军方将领, 有消息指, 他们还策划政变, 推翻习近平。 未经证实的报道称, 周还曾计划刺杀习近平。 根据海外的这些报道, 周家通过投资石油行业, 攫取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香港的《苹果日报》还指出, 仅从重庆一地的市政项目中, 周的长子周斌就涉嫌赚走了一百亿人民币, 约合十六亿美元。 他还利用他父亲在政法系统的影响, 收取了大量的保护费和捞人费。 文章还强调, 执掌中央政法委期间, 周永康可谓全亲一时, 手握公安、 检察院、 法院乃至国安和武警大权。 周永康以维稳的名义, 可调用的预算高达1280亿美元。 薄熙来落马后, 有关周和其家族可能被调查的传闻就在互联网上传播。 周也被指积极谋划薄熙来作为自己的继任进入政治局常委会。 审判周永康对习近平极权来说很有必要。 更重要的是, 他可以借此重塑自己的反腐信用, 在纽约的法律学者陈小平博士说, 这样的话, 法庭最可能是集中审判其贪腐和谋杀部分, 而周犯罪的政治本性、政变或许会被隐藏起来。 知情者称, 习近平拖了这么久才对周采取行动, 主要是有爱上世纪80年代时中共元老们达成的共识, 为了保持党的稳定, 政治局常委成员有被刑事调查和起诉的豁免权。 但随着指控周及其家人和盟友的证据越来越多, 越来越确凿, 习近平在极大的压力下打破了这一前规矩。 习近平很清楚, 如果不打大老虎, 他反腐的决心会大打折扣。 陈小平说, 德国之声的评论指出, 对周的指控或能引起中共退休高官的不安病, 激化党内不同派系的权斗。 不过北京的知情者不这样认为。 他说, 逮捕周永康进一步巩固了习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已经是党政军一把手的习近平, 随着国安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的成立, 俨然已经是历来除毛泽东外, 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 文章最后写道, 现在, 中国的官方媒体还没有相关报道, 但和逮捕薄熙来使党内外对其有所同情不同, 逮捕周永康则受到各方各面的欢迎。 打掉大老虎或万民称赞 12月15日, 香港城报报道说, 通过在京城与多方人士接触, 证实中共中央原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已被当局软禁, 周大老虎入农已是证据确凿, 铁板钉钉。 报道还称, 在12月13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在全国的省委书记的范围内对周永康的问题做了简要的通报。 据消息人士向该报透露, 习近平在反腐行动初期本无动州的意图, 但是随四川副省长李春成和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被中纪委询案调查, 两人对办案人员都供述了周永康的违纪违法事实, 如何处置周永康的问题摆在习近平面前, 凸显两难境地。 中共主政格局中, 政治局常委是最高层官员级别, 即民间俗称的铁帽子, 传统上有行不上代付的讲究。 因此,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没有因反腐动过一个常委, 最多是处置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 省级直辖市的党委书记, 如陈希同、 陈良宇,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克杰, 均属此列。 处置政治局常委一级官员, 将突破前规则, 开创历史先例, 应有各方阻力, 但是对周永康的腐败不采取行动, 无形中违背了习近平代表中共18届中央委员会 对全党全国民众的无条件打老虎的承诺。 该报强调, 据可靠消息证实, 习近平在决定查处周永康前, 分别征求了新老常委的意见, 原政治局常委们一致支持, 而现任政治局常委也全部赞同, 习近平因此下决心采取行动。 该报记者在今采访的一周中, 得知各界人士对此决定无不拍手称快, 内地网民文风发帖称拥护习大大, 习大大威武, 彰显此举深得民心, 相信有助于壮大中共反腐行动力, 并进一步提升习近平的执政形象。 消息人士还对承报称, 周永康的问题主要是本人和其家人身陷中石油窝案, 其身边老部下大批涉案, 而中继伪专案组基本扫清了各个涉案个体。 近段时间, 有关周永康是千腐败的传闻不时传出, 情节戏剧性不亚于悬疑连续剧, 特别是随朝鲜方面严酷高调处理二号人物张成泽的插曲, 更令海内外队是否处置周永康, 如何处置周永康的传闻炒作沸沸扬扬。 据该报记者了解,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对周永康的案情, 中共高层向遇会者进行了简要的通报, 在省委书记范围内做了传达。 消息证实, 周永康的主要问题除了贪腐, 还有滥权。 周永康的贪腐问题已基本查清, 进入收尾阶段, 所涉及的金钱与人员的规模, 据称为建国以来中共最大贪腐案件, 周的家人和石油细窝案成员长期运作能源项目买卖, 从中获利。 该报道最后指出, 周永康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期间, 中国的社会管理权交给了中央政法委, 其权力逾越法制, 号称政法王, 其滥权行为曾受到内地多个省的抵制。 拿下周永康或党内外支持。 也是12月15日这一天, 博讯新闻网引述接近中南海核心圈子的消息人士透露, 通过一项非正式调查显示,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周永康的处理决定, 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近100%的支持。 同样的调查, 也在由不同的小组, 在普通党员和大众中进行。 结果一致, 被问及是否支持拘押周永康时, 近100%的人表示支持。 被调查的群体相信, 周永康是腐败, 犯罪和导致社会不稳的罪魁祸首, 他应该被依法惩处。 博讯报道称, 就周永康被软禁, 参与调查的党员表示, 因此坚定了对习近平的领导的信心, 显示对习近平的支持在大幅上升。 党内也更倾向接受目前的依法处理党的腐败问题, 而不是像以前依赖双规。 正如近期媒体所透露, 双规估计会成为历史。 这个信息也显示, 对周永康目前的软禁不属于双规。 消息人士告诉博讯, 数名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甚至誓言支持习近平的正面改革举措。 消息人士进一步向博讯透露, 习近平目前得到全党的支持, 权力高度统一, 因此他有政治资源, 完成很多重大使命。 在习近平下令拿下周永康后, 博讯还有一篇报道, 称赞习近平执政第一年亮丽成绩单。 该篇报道称, 在习近平亮牌, 果断拿下周永康后, 几乎整个北京精英阶层对习的辞举满意。 分析人士表示, 去年11月, 习近平接任总书记后, 政治上他要面对四大帮, 周永康、薄熙来、 徐才厚和林计划, 以及他们各种关联的权力集团。 习近平也要面对既得利益集团和他们的抵制。 同时, 习近平要面对左翼、右翼的理想主义者们, 他们对中国向什么方向走有不同的看法。 博讯评论说, 习近平采取的对策是坚持中间路线的战略, 对左和右都不偏向。 果断摧毁周家帮, 习展示他在巩固权力上成功走出了第一步。 习近平的行动向中国和世界清晰地宣示, 无论多高权位的人也要受法律的制裁, 没有人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 该评论最后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肯定道, 习近平相信, 真正的民主只有在法治大大提高后才能建立。 现在人民应该对习近平的后九年怀有希望和信心, 习近平将会改变中国。 那麽未处理下来在目标中, 不思论最后秋佛。 ë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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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ëd, 参举身的南位,